欢迎回来继续Focus 电影反映真实 移民问题今年仍然是欧美的烫手山芋 电影《少年的漂流旅程》 这个片子是描述16岁的塞内加尔少年 希望到欧洲工作 要改变全家人的生活 他跟表哥踏上的欧洲之旅 是噩梦的开始 他们不断被人口贩子剥削 辛苦打工存下的旅费 全被骗光 而这部电影是从移民的角度出发 希望外界能够了解 这些人在旅途汤中 无限的恐惧和无助 也让我们想一想 非洲青年在移民路 遇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 被妹妹们玩耍的声音吵醒 16岁少年塞度直觉的无奈 一家人挤在食品左右的小屋生活 根本没有私人空间 父亲早逝 母亲努力把孩子们拉拔长大 塞度一心想去欧洲找工作 让家人们过上好生活 母亲听到她想去欧洲的念头 立刻变脸换来一顿责骂 其实塞度开这个口是不想不告而别 她和表哥已经偷偷打工了半年 存下前往欧洲的旅费 电影《少年的漂亮旅程》 是意大利领导马泰欧·贾洛尼最新作品 灵感来自该片编剧的亲身经历 描述16岁少年从非洲塞尼加尔 踏上欧洲大陆的惊险旅程 追梦的孩子成了人口贩子眼中的肥羊 一本假护照100美金不二价 设施卫生的少年只好乖乖付钱 当场拍照后拿到热腾腾的护照 以为就此顺风顺水 但一到了边境立刻被试破 原来边境士兵早就见怪不怪 威吓了半天只是要钱 两人又被剥了一层皮 来到萨哈拉沙漠南边的阿加德兹 他们立刻被人口贩子盯上 拿出漂亮的DM诱骗 开价一人600美金 保证送你到意大利 搭上横跃萨哈拉沙漠的车 仿佛无止境的路程 少年们脸上沾满了沙苦不堪言 但这时路途越来越颠簸 他们只能咬牙抓紧 人口贩子根本不顾他们死活 好不容易熬过山路 车却停在沙漠中央 就这样把他们丢包 要走上三天三夜 才能到利比亚 一名富人体力不知倒下 再度折返想回去帮他 但富人已经性命垂围 当场昏厥 他面临再不跟上队伍 自己也会渴死在沙漠的抉择 只好抛下富人离开 才16岁的他 在脑海中幻想着一幕 他努力让富人起死回生 富人当场飘在空中 两人开心的一起前进 现实是残酷的 他只能抛开幻想继续上路 好不容易熬到的利比亚 每个人都被洗劫一空 身上没有半点现金 他们被丢进一所监狱 这里的人告诉他们 想活命就打电话回家 叫家人付钱 不想让妈妈知道 他落得如此下场 赛杜打死不说家里电话 遭到预防人员言行拷打 唯一的安慰是在夜半梦中 他回到了家乡 跟着神灵使者来到母亲床边 对家人的思念和抱歉 让赛杜情绪崩溃 满脸是伤的赛杜 在梦中不断喊叫着母亲 同样来自塞内加尔的大叔 看了不忍心 决定出手帮忙 让赛杜有机会离开监狱 原来大叔是手艺精湛的建筑工匠 带着赛杜在利比亚帮富有人家盖别墅 让人口贩子从中获利 决定给他们一次机会 只要能盖出这款欧式精美喷泉 就愿意放人 在大叔带领下 两人打造出造型更优雅的欧式喷泉 庄园主人非常满意 他们终于拿到前往迪利玻璃的门票 眼看与欧洲只剩下一步之遥 16岁少年互相打气 继续前行 两人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意大利内政部统计 今年到4月为止 地中海移民人数将近15万 他们一路被当成人囚 相信欧洲有更好的生活 能谷底翻身 但这个信念最终能实现吗 不断偷渡过海的移民 涉险求生 正在欧洲国家持续上演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